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常出现的一些死活啊 手筋啊 作为题材 然后呢 希望通过这种大量的练习呢 使大家的基本功变得更加的扎实 观子神迹呢 就顾名思义了 很多棋友们呢 在面临观子 对观子都不是特别的重视 通常呢 是一盘优势很大的棋 由于自己的观子不经意的这种失误啊 就把一盘迎戏给葬送掉了 所以说呢 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共同练习吧 使大家越来越能达成自己完美的棋感 好 我们先来进入本期的大局第一感 这盘棋呢 是今年围甲联赛第十六轮 彭丽瑶直黑对李新成的一盘棋 当前的局面呢 白棋实际领先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这个右上这一块 潜力非常的大 现在呢 轮白下 白棋左边的这个段 可以说是一部显而见的大场 但是这部段呢 被黑棋这一部二肩大跳 非常具有视觉冲击的一手 这手一出呢 不仅迅速扩张了黑上方 同时白棋左边的这个势力 也大大被压缩 而且左边可能还有这种靠进去的手段 所以现在的焦点 应该是如何倾销黑棋这一块上面 我们可以大概有几个悬点啊 一个是这部 就是比较松缓的这个这个点 同时呢 和自己的联络呢 就是使自己的联络不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部棋呢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是肯定是一部后手 彭里尔肯定会 就所以黑棋的时候 肯定会把这个子动出来 如果要是狠一点 走在这里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李星成肯定是有他的担心 如果在这儿的话呢 黑的会靠出来 白棋扳 黑的断掉 白棋如果长的话 黑的就简单长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真子 白棋是蒸不掉黑棋的 如果呢 要是简单的 比如说 白的就长一个 黑的接住 白的长出来 黑的贴 白的长 黑的就飞过 这样呢 虽然说白棋 也破掉了黑棋的大模样 但是这四个子呢 毫无疑问 将会变成一块枯棋 而且由于黑的这个头呢 出来了 所以说白棋 左边这个阵势呢 也非常的薄弱 这个可能是李星成 他比较担心的一点 实战呢 李星成在这里 给我们 体现了他当时的苦心的想法 苦心的一手 这部阵头 这个棋呢 既保持了自己的联络 而且呢 同时最大限度的 倾销上面黑棋 假如说呢 黑棋如果就跟着围的话 比如说这样 飞一个 白棋就 简单的烤压 黑棋呢 如果要是靠 可能围的大一点 白棋就扳 黑的长 白的就简单顶一下 黑的长 白的就压 这样呢 黑棋显然这个 围这些时空 很难与白棋 这个左边大模样相抗抗 可能很多棋友 会对就 倾销别人的模样的时候 就是对这个选点啊 不知道选在什么地方 但其实只要 你判断对一点 就说你围在这呢 他围 你怕不怕 如果要是你不怕呢 如果要是他不怕的话呢 那这部棋呢 就多半是一部 还可以的棋 实战呢 理性正这个 彭棋摇一看 这个棋不太好围 所以他还是选择 把左边这次动出来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他们的实战 点 切 长 再切 长 再切 彭棋摇呢 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 因为上面确实是 已经硬不太动了 白芹在这里 就简单的定型 通过细子的方式呢 扔到了先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这个阵头 和这个字的差别 如果要是 以求自保 走在这种地方的话呢 很显然现在呢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下一手 这个阵头之后 李金城 藏了些什么手段呢 下部靠这 黑棋扳 白芹在断 这个时候假如说 简单的靠了退 肯定是不太便宜 跟长这个交换 下手黑的 违空的话 还可以 点或者 飞在这种地方 这样小人肯定是 不便宜的 如果要是 连扳下去呢 肯定会担心 黑的吃 白的沾 黑的再接住 这样作战的话呢 白棋也没有什么成算 实战呢 靠断 假如黑棋 简单的二路吃 白棋就打 黑的棋的时候呢 白就简单的一退 这个黑的 大概只有虎一个 然后白棋 通过进一步的压缩 黑棋 可以抢到下面这个拆 这样呢 可以说是 最大限度的 通过这步阵头 把黑的模样 就是说 倾销的非常 非常的彻底 实战呢 彭丽瑶呢 选择了这步单退 想争一个先手 然后抢到下面的大场 但是呢 李星成就打了一张 打吃 他希望呢 白棋再补一个 正将总能补一个 然后他抢到下面这个 大概是可能拆掉这种地方 这步棋 确实非常大 但是李星成 交换几个之后 还是 坐在这里 黑棋 点方 白的在飞出来 虽然说 后面的 过程也非常的激烈 但是好像总是 白棋并不是 很怕的这么一个局面 最后呢 李星成也是 如愿地取得了 这番棋的胜利 我们可以 在普通回来看一看 当时的情况 最初 最初呢 黑棋的 白棋的这一部阵头呢 既保持了自己的联络 同时呢 最大限度的压缩黑棋 接着呢 还有接下来这部 靠了 段 这部阵头之后的 漂亮的组合拳 所以说呢 小李飞刀 果然是并非浪德虚名 在这里 为我们大家展示了 完美的棋感 好了 我们欣赏完李星成的 完美棋感之后 接下来呢 进入我们的 基本功练习 功房的极锁 当前呢 这个形状呢 显而易见 是一个对杀 而且呢 肯定是白线 如果大家要能 在20秒钟之内 算出这条题的 双方最强变化的话 那您已经有了 一定的水平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如果要是比较 拙劣的棋感的话 比如说第一手 打车 想通过这种手法 就把黑棋收死的话呢 接 白棋呢 接住 黑的呢 就简单的一路搬 这样显然呢 白棋无法对黑棋 构成任何的威胁 打吃 接住 白棋猴一个呢 看起来抵抗 稍微的强力一些 如果黑棋打吃的话 将形状打击 但是呢 黑棋根本不会 给白棋这个机会 直接点在这里 白棋 瞻住 黑棋倒 这样白棋也是差一棋 所以说呢 这种普通的想法 肯定是不行的 怎样才是比较好的感觉呢 这部猴 是攻杀的要点 如果黑棋挡住的话 白棋打吃一下 接住 这部虎呢 是先手延弃的 必然的一手 黑的只有挡住 如果点的话呢 白棋可以挡在这里 这样黑棋也是不行 黑的只有白棋了 白棋在团住收起 黑的 无法收紧白棋的气 如果黑的 单粘的话呢 也是 大同小异 白的还是虎 这样效果呢 更差 白的做个眼 就变成眼杀了 这样黑棋更加不行 但猴的 猴的一瞬间 猴的时候呢 黑棋也有 也有强硬抵抗 这部一路跳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这部一路跳没有 这部棋呢 可以说是 暗藏陷阱 如果你要是 就简单充斥一下 那这个图呢 就是跟刚才那个打吃 沾上还原了 如果要是 简单的挡一个 黑的接在这里 白的虎一下 再挡 白的再吃 黑的呢 现在可以打这个 白的提 黑的叫吃 这里呢 将形成一个打结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白棋最好的变化图 白棋猴 黑棋跳 这个时候呢 白棋想 如果先虎一个 跟谁在挡住交换的时候呢 还得再重斥 接住 有的这两个交换呢 以为做了也 就可以吃掉黑棋了 但是这个想法呢 显然是 一厢情愿的 而且也是就是 黑的这步跳 给白棋设下的最大的一个陷阱 白棋如果这个时候 贸然唬这个的话 我们大家仔细看这个地方 黑的一路点 可以说是绝杀的一手 这个一出呢 白棋怎么样 都无法逃脱被杀的命运 点的话 如果白棋 我们先看假说 就接住 黑的再挡 这样的话呢 由于多了这两个交换 白棋不管怎样收集 都是差一棋 如果冲 那就不用说了 直接被一棋打死 这个时候 如果想再靠一步 黑的是站在这里 这样有了这一步点的话呢 白棋就被杀掉了 但是在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应该先有一个次序 先靠这个 这步棋呢 才是本局 不是 才是这个形状 最妙的一手 等黑棋 站的时候 白棋再会 大家仔细的 希望大家能记录这个局部 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 等到黑棋如果再点的时候 白棋就会尝进去了 多了这两个交换呢 可以断 白棋可以从后面打死 所以说呢 多做这种实战的这种 长行练习啊 肯定是 对大家是有 百意而无一害的 白棋猴 黑随将跳 白随靠 可以说是 本行的正经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一个形状 看起来现在的这个 对杀啊 黑棋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比如说黑的 这个时候 猴一个 白棋呢 就爬 黑的 不管怎么走一下吧 再挤白袖接住 这样呢 就是一个掩杀 如果黑棋 就简单沾上 白棋呢 好像就 病了 就可以了 效果呢 跟刚才差不多 同样呢 是一个有点杀我眼的 这个时候呢 黑棋 做出 最后的抵抗 这不靠 看起来呢 是很有迷惑性的一手啊 也是做最后的 挣扎 这不靠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很快时间 看起来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果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如果要是白棋 就简单的吃 它就接住 这样呢 就中计了 可以打的时候 这里面呢 已经无法避免的将形状一个打结 打吃 黑的就提 这样呢 是一个 可以说对白棋有利的这么一个结 但是呢 只要出棋的话 就是白棋失败了 所以说呢 这不简单的打吃 是不行的 如果要是 打吃在这里行不行 打这个 可以接住 白棋以为可以一路打 其实是 一种幻觉 这样被黑棋打吃的话 白棋是接不过去的 而且不能从后面吃 这样白棋也不行 那么是不是这被一靠的话 就只能打结了呢 也不一定 白棋呢 这不加 看起来呢 是一部手金 它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黑的吃 肯定是不行 吃的话 白棋就 吃一个 黑的如果要是 接这个 白棋不是打 白棋团在这里 黑的长 白棋就挡住 黑的打的时候 白棋再吃进去 这个时候呢 黑棋如果提 肯定是满影器 打在这儿呢 白棋提 黑的提 我给大家摆一下 打在这里 把它提掉 黑的再提两个 把它再提后来一个 这个形状呢 还是个眼上 但是呢 你如果加在这儿的话 黑棋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下 它就粘在这里 这样白棋就无能为力了 白棋如果要是 只能从后面受的话 这显然是柴棋 扑的话呢 就能打了打还原了 这个呢 也不行 这个直接打也打死 长 也可以 那是不是就只能打结了呢 其实 不然 白棋这里呢 有一个大智若鱼的好手 自己 先团住 聪明的 您是不是已经看出来 这部棋了呢 这样如果黑棋 接的话 那显然不行 打这个 黑的粘 白棋这个时候 再一路拖 就可以形成刚才 加黑的粘 白的团 这个局面了 所以说呢 这里的攻防基础 其实就是这一步 毫不起眼的 这一团 好的 我们做完了 攻杀的基本功练习之后呢 我们来进入本期的最后一个环节 关子神迹 这个环节呢 可能也是我最为看重的一个环节 因为希望通过这个 不起眼的这个关子手段啊 使大家这个 使大家这个 收束水平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这个形状呢 大家可能 一时看起来有点茫然啊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现在呢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下面是黑棋的空 这下面都是黑棋的空 但是呢 在其他的别处 还有一个超级大关子 等着黑棋来收 但是如果黑棋这个时候呢 收那个大关子的话 白棋呢 先手撑到这个 一路的大身腿呢 黑将西白而高负 如果呢 你要是享受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 简单的挡 白棋就 先手一路半端 看似呢 黑棋呢 是把这个关子拟收 但是剩下那个大关子 就被白棋抢 这样呢 还是不行 这个棋形呢 其实非常的常见 也经常在这个 对局当中会会遇到 遇到过 比如说白棋 什么这个二五漏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形状 白棋是 当时是这么漏了一个 还没有没有这几个子 然后后面飞进去 挡一下 一粒 后面冲一下 就很容易形成这个局面 这是有一个跳 现在的课题呢 就是怎么样 先手防止这个大身腿 再想到那个关子 从而获胜呢 其友们可能 一时间找不到答案 好 那就由我来给大家公布 这个经典手机 黑棋 现在这里 阿尔靠远 这部棋呢 可以说是 非常的巧妙 白棋呢 不走 肯定不行 这下部 直接描这个段 如果要是 就接住 黑棋这个时候 为下面 可不是党这个 因为党还是为一本战 它是直接一路 跳在这里 这样呢 白棋没办法 只有挡住 这个时候呢 黑棋就可以放心的去抢 那大关子了 然后呢 白棋底下收拾的 只有吃 黑棋可以挡住 白棋只能提一下 可以打吃 可以看到呢 这跟刚才那个图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呢 在 最开始的时候 这样的棋 白棋不是去选择这个 大身腿 而是去 拐了一股 显然这个拐 和大身腿比 这个地方 要差了四目棋 而黑棋 获得的这个代价呢 只是这一路 大概就是搬了一下 稍微亏一点啊 这个搬大概亏了 一目一目棋吧 一目棋左右 让白再提一下 如果靠呢 白棋如果要是 比如说硬在别处的话 黑的这个家 将变成绝对先生 这样呢 还是可以抢那个大关子 所以说呢 这不靠 可以说是 经常能用得到的 这个神乎其极的手法啊 向大家牢记 这就是 本期的 第一个 热身的这个 关子妙手吧 好了 本期的最后呢 给大家留意到 小的测试题啊 现在 左下角 这个对杀呢 白棋是 已经是棋不够了 明显是两棋对三棋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 怎么样 通过什么手段 使黑棋 最大限度压缩 黑棋的目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啊 作为一个全新的栏目呢 也希望各位 亲民朋友们 多多提出 宝贵意见 好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